第29題,2930是一個題組,要我們分析下列數據或回答29到30題 題目上說,加加利用凸透鏡做物體成像的實驗 其實驗測定的結果如下表,要我回答下列問題 第29題是問,你能根據加加的實驗結果 推測他所用的凸透鏡焦距為多少公分 那我們知道,在凸透鏡的物體成像實驗中 有個點是特殊點,就是兩倍焦距 因為物在兩倍焦距,像也會在兩倍焦距 而且它會成為一個導力相等的實像 我們看到,物在30公分,像就在30公分 而且形成一個相等的導力實像 所以我們就知道30公分呢,就是兩倍的焦距 所以焦距呢,就會有15公分 所以呢,我們就知道,我們第29題說 推測他所使用凸透鏡焦距為多少公分 我們答案選擇叫做A15公分 請呼吸帶多少公分 為人數鏡葦 按摩